第一场专家座谈 我们邀请到的是 金周刊王之杰研发长 担任我们的座谈主持人 并由国内代表性的机构进行语谈 让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是 国泰人寿林世桥副总经理 第二位是台新投信总经理 叶祝军总经理 第三位是台湾人寿谢壮坤副总经理 担任我们的语谈人 他们要来分享 国内机构责任投资ESG的实践与经验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大家好 我们刚刚听到了国际的经验 其实ESG落实在台湾 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吉保今天安排的场合 特别找了三位的专家 来跟我们讲如何在ESG 落实在真正台湾的执行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去年 虽然全球大疫情 不过ESG的这个状况是风起云涌 特别是吉保在去年的八月份 又开辟了IR的platform 让我们可以对接国际的平等 所以在今年我相信ESG的风潮 仍然会继续 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地 请到三位在第一线的专家 来跟我们讲一下台湾在ESG上面 具体实践应该怎么做 那我想说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 就是国泰人寿的林副总 林副总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讲一下 大概用五分钟到八分钟的时间 先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在实务上的做法 以国泰人寿的经验 我们应该在ESG上面 应该是怎么样实现 会比较完整 可不可以跟我们就国泰人寿经验 跟我们观众做个分享 谢谢 好的 大家好 我是国泰人寿林世桥 那以下我就国泰人寿责任投资的部分 来做说明 那首先呢 就是在国泰人寿这边 责任投资我们大概聚焦三个主轴 一个是ESG的整合到投资决策 第二个部分是主体投资 那第三个部分是股东行动 那首先在ESG整合到投资决策的部分 传统我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其实只要关注企业的投资的财务资讯就可以了 但是一旦做到ESG整合到投资决策 你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财务的资讯 还有企业的ESG的表现 跟它的一个重大性的议题 或者说当这些企业 有一些争利性的事件的时候 你必须要进一步去评估说 这些争利性事件 对这些企业会不会有风险 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那接下来跟各位说明 就是主题投资的部分 那刚刚讲的ESG整合到投资决策 其实是一个全体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流程 但是我们还会再选择一些 可能对整个企业社会或环境 有帮助的一些投资 来进行对社会的一个正面影响 譬如说像太阳能的部分 因为在台湾这边 其实大部分的一个电力能源的来源 是来自于火力发电 但是火力发电烧煤 其实它的排占量是很大的 那如果要落实整个能源转型 必须要靠替代能源 所以我们选择太阳能来做 这个主题性的投资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污水下水道的部分 其实在台湾除了台北市跟新北市之外 其他县市的污水道的接管率都很低 那如果没有污水下水道 其实不管是家庭或者工业的废水 就直接排到河川 排到大海去了 这个部分对环境跟生态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也把资金投入到污水下水道里面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题投资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是积极地去行使 这个主动行动主义 其实责任投资 如果针对EHG表现不好的企业 我们不投资 其实也可以叫做责任投资 这个就是所谓的负面投资清单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可能不太积极 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跟企业坐下来 好好的谈 跟他议和 然后改善这些企业的EHG的表现 让整个企业能够 绩效能够改善 投资人也能够受益 整个社会环境 也可以往正向的方向发展 那这样不是可以达到 奸善天下的一个目的呢 所以我们就透过国际倡议 个别议和跟集体议和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股东行动主义 那我这边举一个个别议和的案例 就是鸿海 那我们2018年在鸿海股东会的会场 其实有国际投资人 Hermis 他去股东会这边发言 那他希望说 郭台铭董事长 当时的董事长能够正式气候变迁的议题 然后询问他要怎么样去因应 但是当时的郭董事长其实并不是非常了解这样的议题 所以有点答悲所问 那我们也加入这个整个国际的一个议和的活动 我们跟鸿海这边坐下来谈 那以陪伴者的身份去协助他去改善EHC的作为 所以我们在今年 我们看到鸿海 它是台湾第一家宣布 要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的一个公式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进步 那除了个别议和之外呢 我们也进行了集体的议和 那我们已经连续四年举办这个气候变迁的论坛 那第一年我们请美国的副总统高尔 跟国内EHC表现比较好的企业进行对谈 那第二年呢 我们请国际级的专家来跟企业讲说 什么叫做DGP 什么叫做TCFD 那第三年我们跟证交所合办 那造成这个参与人数暴增 然后今年的状况是我们加入了永续金融的主题 那参与人数高达300多人 那展望未来的趋势 我们觉得有两点必须要注意 第一个是各个国家或各个主管机关 证交所可能陆续都把EHC的揭露当作是必备 而不是只是鼓励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因为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 已经不是要求要减碳 而是要在2050年要临近牌 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他喊出2060年要临近牌 日本跟韩国也陆续喊出2050年要临近牌 那台湾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因应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想我们国内人数会希望能够发挥 永续的金融的影响力 跟上市贵公司一起努力 改善医学区的作为 希望未来能够为世界带来更正面的影响 谢谢 副总这个刚刚跟我们分享的 特别是议和的部分 昨天我在另外一个场合 听到了也有听到议和的故事 还蛮有趣的 听说那时候本来是不得其门而入 后来变成对方展开大门 敞开大门 然后来虚心接受 我觉得这个对于国泰的这个努力 我相信不管是这个同业或是发行公司 我相信都会有看到 那接下来就想请问一下 这个业总经理 以台新投信的立场来讲的话 我们怎么样在台湾落实 EH的责任投资 特别是台湾 其实我们有很多issue 其实待解决 刚刚副总提到的 这个绿能的问题 绿能到底足不足 碳排放的问题 温室气体的问题 那我不知道台新投信 你们的看法是如何 怎么样落实 然后对于这个展望未来 今年又什么这个议题 是我们一定要关切的 是不是可以请总经理分享一下 谢谢主持人 我想台新投信 我们是资产管理业者 所以我今天想要从资产管理业者 在这个ESG跟责任投资里面 我们应该去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跟如何去推动 我想从这个层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我们觉得说 ESG应该会是经济 还有大自然里面一个非常 作为一个平衡的一个催化剂 跟一道力量 怎么说呢 其实大家应该会非常的有感 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 一直在追求所谓的经济成长 的确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了 但我们相对也牺牲了一些东西 譬如我们破坏了大自然 所以有温室气体这个液体出来 有所谓的海啸 温度的提升 空气的污染等等 当我们去加害大自然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其实大自然缓扑的力量 也没再客气的 所以大家 为什么这一两年 去ESG讲很久了 为什么这一两年来 大家突然之间 一窝蜂的开始在谈论这个议题 我觉得应该是有感 感同身受 所以我第一个我要特别去提的就是说 ESG为什么会是一个平衡 经济跟大自然的一个催化剂 因为大家有感 从一个大家在追求 经济成长过程里面 我们破坏了大自然 其实害大自然 大自然也害我们 当然我们现在在讲ESG 不是只有这两个议题 它有另外一个议题 叫做G 它是什么 它叫公司治理 我们看到这几年来 有很多的这种企业 它透过这种所谓的财报不实 透过种种的手段 隐瞒 去坑杀了很多很多的投资人 尤其是散户 那其实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是在害别人 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过程里面 不只害大自然 害自己 自己的健康也受损了 也害别人 所以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大家来去提倡 所谓的ESG 我觉得是一个 值得大家深思 而且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把ESG做好 我觉得它就会创造三营 为什么就会创造三营 其实这是一个正的循环的力量 譬如我们在企业 刚刚林副总也有提 很多企业开始要去零排碳 不管在一 一是讲环境 零排碳对环境好 对社会责任好 甚至公司治理要做得好等等 那这个部分呢 我相信地球慢慢地会改善 大家都期待它的温度 不要升那么快 甚至可以慢慢地回去 那企业做好 它自己本身应该扮演的角色 这个社会责任 那我觉得投资人 他应该会在这两者之间 他的投资会得到一点 很好的一个回报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 ESG讲很多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了解 这叫知道 但为什么知道跟做到之间 中间还有一段的gap 我觉得这个gap应该叫做执行力 如何不管是企业或者是投资人 应该在这个gap里面去做一个努力 但我们看到 我们非常有信心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不止有人 而且我们有钱 可以做这件事情 哪些人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国际投资机构 在参加这所谓的联合国这种责任投资签署里面 其实到去年底已经超过三千一百多家 那它的旗下的总资产规模超过 110兆美元 那回头去看我们台湾 其实台湾我们在证交所有提一个所谓的治理守折 公司净责治理守折 目前大概我看了一下 好像有152家也做了一个签署 那再者我们也看到政府机构 包括国外的退休金 台湾的劳退基金等等 他现在在对外 不只自己在投资 甚至他委外招标 其实也加入这样的一个issue进来 所以我们觉得说 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关注了 我们有钱有人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因为刚刚我提到我们是资产管理业者 资产管理业者坦白讲 我们的资金大部分是来自于一般的投资人 非常非常的多的投资人 那我们收集了 我们募集了这么多的一个资金 我们如何把这些资金 去支持ESG做得很好的 我觉得这是资产管理业者 接下来必须要做的 而且是一定要努力去做的 我想如果说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 刚刚提到所谓的 知道跟做到中间的gap 透过资产管理业者 我们一起来努力 把这个gap缩小 那我相信刚刚林副总也提到 地球会越来越好 那人类应该会越来越幸福 我相信这一个在目前的一个 推波助览底下 我觉得会成功 包括我们在今年年初 我们也举办了一个 ESG的相关的说明会 那一天来了大概相信400位的客户 那这代表什么 其实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对这样的议题开始关注 而且兴趣提高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步 那我觉得这个起步 只要大家不放弃 继续往前面推 我觉得会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那进一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ESG这件事情 做得更好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总经理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刚刚总经理讲的 ESG的这个风潮推波助澜 老实讲 这个我本来觉得 在今年1月20号以前 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前 其实民间扑学非常厉害 这个美国政府呢 有点这个因为川普主义的原因 可是呢 那1月20号新总统就任之后 似乎全球政府也加入了这个风潮 这个不对等的状况 似乎有一些改善的状况 已经出现了 那台湾我相信 这个我们现在的执政党 其实就扑这个绿能 或是ESG 其实力道很强 然后跟民间 我相信能够整合得更好 那我就现在想请问一下 这个谢副总 就台湾人寿的状况来看的话 在ESG上面 台湾具体实践意义 台湾人寿立场来看的话 我们怎么做 然后未来会有哪些议题 值得我们关注 可不可以提醒一下 我们的观众跟投资人 好 那大家好 那谢谢主持人 那陈如刚刚那个 林副总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其实 受险业者其实在台湾 其实应该说以资金来说 其实受险业者是多的 所以再怎么样 在落实我们在责任投资方面的话 我们是可以出一把力气 那中兴金集团本身在ESG里面 琢磨其实很多 那这边打广告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还在做 点燃生命之火的这个小额捐款 我想这个已经第三十六届 我想在台湾算是历史悠久的一个券目 那这个对于慈善事业的这个帮助 也是不遗余力 那以台湾人寿的角度来说 我们来看 台湾人寿目前的资产大概有两兆 那两兆的资产来讲 当然以国内受险业者来说 算是一个中型而已 以国内来讲当然是我们的三倍有余 所以以这样的资产 我们的投资其实在台湾 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那像刚刚林副总有提到是说 那这个在我们在投资上面来讲 怎么看一下说 在这个资产面跟我们的这个 对保护的这个责任 因为受险业者 第一要物就是对保护的责任 那再来就是说 以投资端来说的话 那我们这个资产怎么样去做 有效的运用跟分配 然后同时 刚刚有提到说 像对于这个股东行动主义的倡议 这些事情能够加把劲 我想刚刚前面早上论坛已经讲很多 然后吉保也非常推动这样的事情 包括评分制度 我想大家都可以在 上市贵股票这边做一个落实 那我这边接下来想要分享的 大概就是一些比较是属于 会上市 像刚刚林副总也提到 像太阳能啊 污水下水道这边 那台湾人寿也大概有做 相应的这种投资 那以下大概就是一个 一个历程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从2014年开始 大概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太阳能 那下水道 那再比较多在做一些风能 那当然这个投资 直接投资的项目上面来说 大概还是比较属于绿能相关的 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接触到的 那这方面的投资 我想我们不以余力 而且每个案子 这些我们这边列的都是属于 这种未上市的值头的部分 那上市贵股票当然是相对 比较简单可以去做的 那这些未上市的部分 当然就会遇到说 这个每一个公司的这个大小不同 进度不同 那实际上在落实执行的时候 其实也会遇到一些执行上 他们可能例如说 是不是如预期的发展 那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去协助他们克服 那我想这个 这几方面可能都是我们以 身为受险业者可以去出力的一个方向 那除了我们在做一些绿能的投资之外 我们在本身 像公共建设的投资 包括像我们的属于BOT相关的这种大楼 就像刚刚提到的高雄 这边可以看到像我们高雄总图 在我们高雄总图旁边的这个多功能大楼 那像台中的周期放球场 那甚至我们在合发工业区协助它的开发 那我想这个都是受险业者 可以去去琢磨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也是属于在投资台湾的部分 我想我们是能够有机会 我们都尽量去寻找 那另外就当然 那以受险业者来说 当然不动产的部分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其中的在台湾的一个投资项目 那在这些自建的不动产项目 如何开始去符合绿建筑的需求 那个要求 在率领 等于说率领这个国内建筑业开始 都导向绿建筑 那不管是白金级啊黄金级等等 就是说让大家在建筑除了不动产投资之余 那也导入这些ESG的这些相关绿能 节能减碳的这些方向 那我想因为我们投资的这个丰能 不管是投资融资算是 比较早开始研究了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得到这个 REX的杂志 大概也得了六个奖 那这个奖大概代表意思说 其实受险业者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另外就是在刚刚有提到说 政府的能源转型的这个过程中 那受险业者所扮演的角色资金的提供者之余 那我们怎么样去一起参与这个事情让它能够落实下去 我想我们是做得到的 最后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跟大家说明一个 这个是前两天的一张新闻的照片 那这个照片里面其实它大概就是简单讲 在一个太阳能板上面 然后占了白露丝 然后那个白白的是白露丝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它的排泄物 那这个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这个 我们讲说湿地 因为其实这有一些争议 就是说我们在做太阳能的投资的过程中 那这个其实是之前在投资的时候 我想这个业者大概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说 他去在这边盖了太阳能板 但是因为它上面沾满了这个鸟大便 那这个鸟大便其实它会影响到这个发电的效率 那这个我想是原来 这家业者当初在投资的时候所始料未及的 那这个只是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是在不断地在学习在修正 那至于说台湾的这个风电或者是光电 能够落实在什么样的地方 因为其实也会遇到说 是不是做太阳能的这个投资会影响到国内的这个什么森林保育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有一些界限可以去画出来的 那这个不管是政府方面 然后业者 那甚至于资金提供者 我想三方面都会在这过程中的磨合 然后怎么样努力继续把这个事情继续推动下去 那让这个台湾的这个绿能投资 包括其他的像ESG的这个这些事情能够确实的落实下去 我想一项报告到这里 谢谢 谢谢副总 这个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三位先进的这个短讲 我们大概对于台湾这个金融业者怎么样落实ESG 其实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我们也欢迎这个在不管是在这个线上的朋友 或者是在哪里的朋友 如果可以听到我们这段讨论的话 我们非常欢迎您把你的问题在线上提供给我们 我们待会会请三位先进的这个依序来回答 那经过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讨论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阶段的这个QA的时间了 那我刚刚当然听到很多这个三位先进 对于ESG的这个计划 我跟憧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机会 可是呢 什么机会一定会伴随风险跟成本 这个金融业一定会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现在想请问一下这个林副总 这个我刚刚听到这个国泰在做议和的时候 老实讲这个会非常花人力时间物力的 这个过程 这都是成本 不知道你们在执行ESG上面的时候 会不会碰到两难的事情 或是一些挑战 必须要去justify the cost 然后怎么样你们会在这个 这个 怎么样建立这个工作模式 怎么样让这个挑战 跟这个我们看到一些问题被克服 是不是可以请林副总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国泰人寿的经验 我想国泰人寿大概是从2015年 自行遵循联合国的责任投资的原则 PRI 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所以不能签署 我们就自行来遵循 然后2016年我们成立了责任投资的小组 来开始推行这个国泰人寿这边的责任投资的一个业务 那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很顺遂 主要遇到的挑战是 其实台湾的受险业有很大的利差损的问题 所以你今天在利差损的压力下 你其实赚钱都来不及了 那第一个遇到的挑战就是说 那到底是要赚钱还是要ESG 因为你势必会遇到有一些公司 他可能很赚钱 但是ESG表现并不是很好 那怎么办 所以第一步我们先进行观念的沟通 因为其实ESG表现不好 也许短期你看不到什么样的损失或成本 但是长期我们相信 它会伴随一定程度的风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念沟通下的话 我们慢慢的跟投资团队去说服他们说 我们在看公司的时候 除了看EPS 是不是也要看他的CS 看他的ESG的表现 不然的话 其实你很有可能遇到一个公司 他ESG表现不好 那未来你有可能产生很大的一个亏损 那其实在过去几年 这样的ESG的事件也不断在发生 比如说像先前那个福斯公司 他可能排气造假的问题 或者在国内可能遇到长龙航空 他有罢工的问题 那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在事先你是不是知道 你可不可以事先去避免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其实责任投资一开始 出发点就是趋吉避凶 如果有把握这个原则的话 我想责任投资的这个观念 就可以推行到整个投资团队里面去 OK那刚刚讲的是观念的沟通 那一旦大家接受这样责任投资的观念之后 接下来问题是怎么做的问题 因为大家可能很会分析财务报表 很会分析产业趋势 但是ESG的这些议题你要怎么去看 所以我们用的方式就是我们就去购买 这个国际的一个资料库 来协助我们去判断说 公司这边的ESG表现好或者不好 那另外呢就是 我们除了善用这个资料库的工具之外 我们也会进行教育训练 我们请资料库的公司来帮我们上课 来教我们什么是某个产业的重大心理题 譬如说像台积电来讲 它其实半导体是非常耗水的一个产业 如果你今天在缺水的台湾 你不重视水资源运用的问题 那它可能ESG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那这就是我们要看企业的ESG表现的地方 那所以透过这个工具跟教育之后 我们慢慢就可以把这个ESG整合到投资决策的 这个部分慢慢的落实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这个副总讲的蛮云淡风情的 不过我相信中间的一定会很多挣扎 这个总经理在笑 我相信在ESG跟赚钱中间 你刚刚讲那个gap 一定有这个拔河的过程 我们通常讲 以前我们看balance sheet 现在看value sheet 可是value sheet没有这个exact number 可以看 所以我相信中间一定有挣扎 那要不要总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 台新投信的挣扎 挑战跟怎么克服 刚刚我提到投信是资产管理 那我们资产管理有两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是募资 第二个角色是投资 那我们投资的这个痛点 跟刚刚林副总讲的 其实就在里面 其实我们去投资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 就必得要去分析啊等等 那另外一个困难点 刚刚林副总讲我不再重复 另外一个其实叫做 我募资的时候 一样会面临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这些一般的投资人 或者是要把资金交给我的投资人 我要告诉他 我要说服他 ESG真的很好 那这里面会牵扯到什么 其实我们在办说明会 或者是我们在跟客户对谈的时候 那ESG通常一个企业 多做一点ESG不是会影响他的获利吗 我这样会投资 我这样会赚钱吗 所以坦白讲 投资就是要赚钱 要不就不要投资了 所以我们必得要花时间 跟提供非常多的资料数据 来说服我们的投资人说 其实只要你关注在ESG这个议题 我们去支持ESG做得很好的企业 其实这些企业长期来看 其他的绩效会远比ESG做得没那么好的 他的绩效其实会outperform的 但重点来了 我们称为叫做中长期他会好 但是现在大家会吃素食面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如何让他说 再进一步的去说服我们投资人说 其实这种等待其实是值得的 那这里面其实就像主持人您提的 这里面就会有拉锯 因为我资产管理我要AUM 我去投资我要有绩效 这两个都是我要的 因为我必得绩效好 我要对我的投资人交代 但我又要深负一个责任投资 一个ESG的使命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 其实资产管理业它有一个很大的使命 我们是在推波这一个ESG跟责任投资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是一个中介的角色 实际执行的也好 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在这里面 那我们必须要去努力 包括透过所谓的对外的交易训练 跟对内部的交易训练 内部的交易训练就是说 我们一样要使用很多的资料库 那如何去好好的使用这些资料库 让这些资料库 发为更大的效益 这是第一个叫对内 那对外呢 我们必须要对我们一般投资人 给他们更多的相关的讯息 去改变他们的思维 那这个我想是资产管理业者 我觉得现阶段可以做 而且我们能做的 是 是 谢谢 谢谢总经理 其实这个我有一个小讯息 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昨天京东看其实也有办 一个业绩的论坛 然后当时我听到了一个 information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说今年因为对抗全球 疫情大流行 所以欧盟本来要去募了170亿的 社交易训练 那结果抄额认购到2000多亿 所以就募资而言 似乎这个大家很多投资人 现在对于不管社交易 或Green Bar 其实的意愿好像都还蛮高的 这个辉瑞我相信他生产疫苗 他也发了这个社交易 其实认购的状况也非常非常好 那是不是我们待会可以请这个 谢副总跟我们讲一下 台湾人受碰到的挑战 你们看到的机会跟风险 你们怎么样克服的 这个拔河的状况 如果有没有例子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以中信金控旗下 因为我们在中信金控的董事会 其实已经成立了所谓的永续委员会 是全独董成立的一个委员会 所以在这个以金控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做了一个比较 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宣誓跟执行 那所以这个我想落实上来讲 这个是已经不是拔河 就是一定要往这方面去做 那台湾人受这个在执行面来讲的话 像刚陈如林副总所提的 就是说其实公司在做这些投资决策的分析 不管是分析财务报表 或是运用这些ESG的database 那这个都是有效的来加速 我们在这个成本跟这个决策上的一个速度 但是这个面临一个挑战 这个database如果你是应用在台湾来说的适用性 因为其实不管是MSCI或等等 它所coverage 台湾的这家上市公司的比例 其实并没有办法到完全 那我们假设说 今天以Focus假设以看台湾来说 Global当然是全球的大企业 都会被cover到 所以这个已经比较不是问题 不管你买股票买债券都不是问题 但是以台湾的企业来说 如果台湾的企业如果你说MSCI有cover以外的 我想大概三分之二应该都没cover到 所以那这些企业不表示 不表示它ESG做得不好 只是说这个资讯不透明 那你要去一个一个去找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力的成本其实相对是高 那我想这个在吉保的推动或者是交易所的推动 陆陆续续在金融会的推动之下 这些资讯的透明性会越来越高 那这个当然就会有减轻这个投资人去做判断 那当然刚刚林副总也提到说 有关这个government这一块 就是说这个企业的诚信问题 就是说如果一个虚假的企业 它为了短期的获利 那它可能会...不能讲造假 就是说至少说我们在以投资人判断来讲 大家都知道投资是投资经营团队 这个团队如果它没有诚信的话 你可能对它后续的发展 你可能也要打个问号 那刚刚提到说实际的例子来说的话 我们在...刚刚提到说 我们在投资这些未上市的这些 不管是风能或太阳能的部分 那我们举风能来说好了 那其实在第一次这家国外的公司到台湾 这家丹麦的公司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有接触到 那因为中信也是他们其中几家的一个财务顾问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第一时间我们就有接触到 那其实大家对这个风能 尤其是离岸风电这种其实是非常陌生 大家都其实是很恐惧的 那恐惧说这个 你的单薄品是在海上的一支风机 那你怎么去查购它的单薄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其实你查购到了之后 这个单薄品对你来讲也是一个负担 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去做任何的处置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风险的藏口 但是其实我们深入了解之后 其实这个离岸风电在国外 尤其在欧洲地区已经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周期 他们已经从二十几年前做到 现在已经有退役 然后这个岸场已经拆除 重新再做第二批 所以这个在欧洲的实行的经验 其实是很足够的 那我想再了解这个 比较实物去了解 当然这个必须花不少人力去研究 就是了解说 那欧洲的离岸风电他们是怎么做的 那反映到台湾来说 那在台湾这个台湾海峡这边去 去做这个离岸风电的执行的风险 其实执行风险对我们来讲 比较不太是问题 因为我想技术上都是可克服 那就是成本效益的问题 那我想投资在台湾的离岸风电的 不管是投资或融资来说 其实是一个对台币资金去化的一个 还蛮好的一个出路 以融资来说 因为不管是离岸风电 或是刚刚提到的太阳能 他们的周期都是二十年以上 二十年到三十年 那这二十年到三十年 我们可以长期锁定这样的资产 它都可以提供稳定的回报 那对受嫌疑来说是 是一个长期稳定的配置 这个比短期说在这个 不管在股票市场的进出 那我想有一部分的资金 投入在这个 有属于比较长期的资产来说 其实是对受嫌公司是蛮好的 那另外就是在法规的部分 因为在这些未上市的公司 因为对受嫌疑的投资来说 它会遇到说 投资的比例上限 那另外就是 我们到底要不要去管它 到底能管还是不能管 那这个当然 金管会的积极的协助之下 其实那个陆陆续续有一些开放 以前是受嫌疑是不能担任董监事 但是对于这些公共建设的部分 其实是目前是可以的 受嫌疑可以派一席三分之一 那后来又陆续再开放 陆陆续续再开放 那这样的开放 等于说对我们的这个 投入资金的安全性 你可能因为你必须要去监理它 你才会知道 它到底有没有按照原来 它所承诺的事情 或是步骤在做 那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怎么去协助它 那我想这方面都会是一个 接下来会是 在政府的协助之下 我们受嫌业者的资金 会比较有效的去执行 谢谢 谢谢副总 正好引出我待会要问的 这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了 这EHG 其实打开了很多机会 可是有一些老实说 投资项目可能是 金融机构本身 可能不是这么熟悉 可能那个专业都需要建立 这个我不知道 除了副总之外 是不是 林副总这边也有一些 资讯可以分享 因为我们刚刚 听到各位讲 其实我们的投资标点 还蛮多元的 不管是公共建设 下水道 有其他的这个绿建筑 其实这些可能都会牵涉到 一些专业的评估 特别是我自己 李岸峰店 我自己去过丹麦 看到丹麦的状况 整个离岸王国 建立起来 其实保险 跟你怎么评估 风险 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关键 这个 连这个 运的这个 人员的船 都不能有 暈船的状况 因为它每一个小时 都很贵 人员每一个小时 非常贵 连这个 载运船的这个风险 都要算进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 所谓的 financial intensive的行业 那 不只是离岸峰面 其他行业 我相信也是这样 是不是可以请副总 跟我们讲一下 在专业上 对业势投资 是不是有一些 需要克服的地方 特别是在线上有很多 也是金融同业 也是投资机构法人 是不是副总可以给 这个在线上的 机构法人 一些建议 好的 我想对同业这边 如果要做责任投资 可以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个是 责任投资 大概会有七大作为 那刚刚 我其实在前面的session 有讲到 国大营兽选了三种 负面清单 第一个是整合到 基地区整合到 投资决策里面 主题投资 另外就是股东行动主义 那其实你也可以 用负面清单 或者说你只挑 然后业务表现最好的公司 这些方式来进行 那我觉得对每个公司来讲 可能比最适合的方式 都不太一样 那可能各家公司 可以去选择 最适合的方式 去做责任投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我觉得可以去看 国际上一些 做责任投资 做得比较好的 一些金融同业 来当做benchmark 那看他哪边做得好 然后我们去想说 我可不可以做成跟他一样 比如说像 以保险同业来讲 像Aliance AXA 这个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一个 EHG的责任投资的机构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想 应该是可以善用一些 研究的资源 比如说像刚刚 吉保 其实也有把一些 国际性的 一个平等机构的 一个资讯 整合在吉保 这边的EHG的平台上 这个我们可以去运用 那像国内TJ 他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资料库 那国际上 当然就像MSEI Sustainalytics 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资料库 那最近我的了解就是说 在国泰证券 他其实也有跟台北大学合作 他会去针对 国内这些上资贵公司的话 做EHG的一个报告跟平等 那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 回应到刚刚 台湾人寿这边的谢副总有讲到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那些国际型的资料库 其实对台湾上资贵公司 它的涵盖率其实都不是很高 那我们可以用这种 Local的这种研究资源 来帮助我们去做责任投资的部分 那再来 我想要 highlight一点 就是说其实ESG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G 是公司自己的部分 那公司自己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资源可以去运用 比如说像 证交所这边 他每年都会做公司自己的评鉴 那我们今天在投资上市会公司的时候 可以去看说 我们要投资这家公司 他的公司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 可以去查一下证交所这个资料库 那另外在那个股市观测站里面 其实针对G这一块的话 我们有一些资讯可以去参考 比如说像董事会的组成里面 到底有没有三分之一是所谓的独立董事 然后董事的出席率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或者说有没有一个董事任期过场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都是可以透过股市公开观测站的部分 去做参考 谢谢 谢谢副总 叶总经理 其实应该说在资产管理尤其投信 我们其实在是高管的一个行业 所以说现在主管机关呢 它对于我们投信要发的基金 只要你要冠上ESG这三个英文字 你必得在你的投资流程里面 你的选股策略里面 你要在公开说明书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你不能是挂羊头卖狗肉 想说现在ESG很夯 我来灌一个ESG 那我可以募到很多的资金 其实从去年到现在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不管是股或债 是ESG的基金 其实募集的状况都还不错 这代表其实我们台湾的投资人 对ESG这样的一个题材 或者是关注度 其实是慢慢的有在增加 而且是够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说 我们在开始要去成立党基金的时候 我们就必得符合这样的精神 你才能关上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我们已经帮我们前线 一般的投资人里面 我们已经定好了一个架构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讲的 就是如何透过我们的资金 我们真的去支持那些 所谓把ESG做得很好的 那这里面 其实除了资料库以外 其实像我们拿到这个 政府代操也是一样 它里面有写 这个永续的ESG的成分股 必得要涵盖多少 就是等等 我觉得在 在如何把磁化 变成量化的过程里面 这个需要花很多的一个功夫 那透过量化之后呢 再去做一个实际的一个执行 最后能够deliver到一个我们的绩效 其实这个过程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必得真的是靠大家一起来做 那我觉得现在很好的是 其实企业有很多有影响力的 很影响力的大企业 我刚系有看到像鸿海啦 台积电也挑出来啦等等 那从很有影响力的企业 它开始出来大升几乎 再加上我们这种机构投资人 跟资产管理业者 也开始力行 那慢慢的我们也交易一般的投资人 他也把资金真的导向那里 我相信这一个才会是 到未来我们ESG 真的能落实的一个好的结果 老实讲不要怕短期的挑战跟问题啦 看往长远中看 总是ESG 这个终究他的绩效 会反映他的作为 我相信这个是 大家这个应该 目前坚信的状况一定会发生 这个我们在线上呢 其实已经有一些题目进来了 这个我们会把各位的题目呢 待会有时间的话 就会请教三位 不过我这边正好有一个题目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问的 就是这个 不过他讲到一个比较 具体落实的管理程序 就是说 怎么样去量化 这个ESG的表现 这个KPI 我们等一下来讲这个话题 这个讲到KPI的话 就是我们刚年度目标做完 这个虽然今天只是一月 不过这个年底还是要验收的 这个怎么样去做量化的管理 待会请各位回应一下 不过还是要先请一下谢副总 您刚刚有没有要补充的 就是说 刚刚两位已经有讲到说 在专业上面怎么样 在其他投资标的 怎么建立 那我不知道副总有没有一些需要补充 因为你刚刚只讲到绿电而已 你们还有公共工程 还有其他的事项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同业 有一些建议 那我想分两块 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 像刚叶总有提到说 量化指标 就是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量化指标 其实你企业本身自己去做 不管是我们单一投资人 自己内部的量化指标 这个我想大家都会去做 只是说这个做起来 会变成说每个的标准不一致 那当然透过这个一致性的 不管是 呃 国内的研究机构 或者是金管会 能够 越来越多的把这个量化指标 放进来 那例如说 在你的CSR年报 或是在 一般公司的年报 里面要做什么样的揭露 或统计 我想这样的 有固定的量化的这个资讯 一直出来 大家才可以有一个 比较长期的追踪 我想这是应该是可以做得到 那第二个是 也应该也要呼吁这些 呃 上市柜公司 就是说应该是尽量的把你们公司 有在做的一个项目 来能够告诉大家说 你们ESG做了什么 那第二个是说 不要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就觉得 还是说不讲 那不讲 其实大家对你就是不了解 其实不了解 就会产生一个 怎么讲 挫杀 就是误解 那这个其实是 都是不好的 那我想 从 金融机构当然是一个是 比较容易去执行 因为它资金大 然后 那个他们的资源也多 但是如果说 对一般的上市柜公司来说 他们的资源 或许没这么多 但是 可以选一个他自己 熟悉的领域开始 去做一个说明 或者是揭露 那 我想这家投资人 他们就会慢慢的了解 这家公司在某一方面 他可能做得很好 那你可能 不用说 ESG三个方面 同时都要做得非常好 但是至少从某一个地方 开始 选自己专场的地方 谢谢副总 其实做 去年的四月 一样是在起保这个场合 我们也有请到 这个贝莱德 ESG的办公室 在香港 跟我们分享一下 台湾公司 在G上面 应该怎么做 其实当时 很简单的 这个分享呢 就是 至少你要落实两个事情 第一个如果你有 英文的议事手册 会让外资法人 比较容易认识你 第二个呢 如果中英文的网页 这样子远距 这个 也更容易认识你 就是 刚刚这个副总 虽然讲说 这个外资法人 cover的 台湾的加速 实在不多 不过呢 外资法人在现在 台湾的资本市场 是动见观瞻的 那他们的取向 也会影响到 这个公司 不管是在股价 或是其他的表现 所以这个是 蛮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 刚刚想到 顺便一提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提了一个线头的题目 就是说 这KPI怎么定 这个副总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ESG的KPI 到底要怎么定 真的落实到管理 这个虽然有点细节 不過还是 请三位先进 跟我们分享一下 真的 KPI要怎么定 如果是管理者的话 请副总先 我想就是 这个部分要分 上市柜公司 或者是金融机构 来讲 因为 如果是对 上市柜公司来讲 其实你今天要做ESG 改善你自己ESG的作为 其实你要考虑的是 两件事情 第一个部分是 股东 就是你的投资人 第二个部分是 你的客户 这是两个你最 需要考虑的 利害关系人 所以 如果 我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你今天 是苹果供应链 你是鸿海 你是台积电 今天 苹果喊出说 我在2030年 我整个供应链 我要零净牌 我的碳牌要是零 你能不关注这件事情吗 你如果不关注的话 不好意思 以后你可能就不是 苹果供应链 所以 当今天你的客户 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也许我们就要因应 客户的目标 我去定我自己的目标 这个就是 你KPI的定定 好 再回头来讲说 如果我今天是 金融业的部分 其实 金融业也是有投资人 金融业的投资人 对金融业的期待是说 金融业你有掌管 这么大庞大的资金 不管你今天是受险 是银行 你今天在做投资 或者在做融资放贷的时候 那 你有没有把你的资金 运用到一些 EHG表现好的功夫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不好意思 今天你在揭露金融业的 碳牌的数据的时候 我是必须要把 我投资的公司的 碳牌的状况 也揭露出来的 所以 其实 我觉得目前 EHG 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是在于 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 那 导致说 其实碳牌的 数据的揭露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旦 开始揭露你的碳牌数据的时候 那人家就会来 来指引你说 那你有没有定 短、中、长期、减碳的目标 那 另外就是 好 你有这个目标之后 那你整个治理的架构 是什么 所谓治理的架构 就是说 你今天像 刚刚中信金控 这边有讲到说 其实在董事会的城市 它有一个 企业的一个永续委员会 它有去重视 这个永续的议题 不管是在减碳 或者在其他ESG的方面 那 你有最高的 公司的最高的管理层级 就是董事会 它去监理这件事情 然后 另外就是说 它多久去看这个议题 它的频率是怎么样 那一旦你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投资人 就会很容易 清楚的了解到说 OK 你这家公司 是重视这些ESG的议题的 那我之后 我要follow你的ESG的表现 也会相对比较容易 非常谢谢 谢谢 副总的提醒 第一个是碳排 第二个是ESG information的频率 这两点 非常清楚的量化指标 谢谢副总 叶总经理 刚刚其实谢副总有提到 其实每一个企业 他们的专场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每一个产业 其实在ESG 这三个面向里面 他们的waiting 也不见得会一样 是 那我觉得 要如何去落实ESG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好 第一个就是说 先看一下自己的强项 你要先做什么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可能其实现在 有很多的评分机构 他其实把很多的面向 都用出来 那企业系可以去看 我的强项搭配 这一些面向里面 哪一些我比较容易 比较早做到 然后可以做得很好的 其实在那一项的分数 我可能可以稍微好一点 那先求有再求好 先把强项做好 再改善落项 我觉得因为ESG 他不会是一天一年 或三年 他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从自己的这个强项先来做 才不会你什么都要做 但可能我们的资源根本就没那么多 那可能我们都做了 但都做得没有很突出 所以我们在ESG 现在ESG大概有五个等级 我们现在看到系统里面 那会不会我都做了 结果我还是排在比较低分的那个等级 但我如果强化我自己的强项 把它做到很好 渐渐的改善我的弱项的时候 那可能我的分数会稍稍好一点 那等到我的这个持续的改善 可能慢慢慢慢的 我ESG的这一个分数 可以逐年逐年的提高 其实我也可以到Ranking1 没错 所以我觉得可能企业 他必得要先考量的是这一块 对 谢谢 先做强项 先把分数拉起来 然后之后再循序渐进做 OK 这个我们有一个来宾的题目 不是 现场的题目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的题目 顺便就教一下谢副总好了 这个 他这个题目是说 如果对于没有ESG评分分数的公司 那像你们这种专业投资机构 会怎么样看待这些公司 你应该给他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怎么样去做投资决策 是不是可以先请副总 然后待会再请两位回答 好 我想这个题目蛮好的 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些国际平等 有些他并没有cover到台湾这些企业 那其实 以我们 应该说内部 我想各公司应该 手法上应该会很接近 就是说 在这个产业你可能就有一个 有一个平等 举例来说 我们讲 以刚刚提到减碳这件事情来说好了 那就 碳排的大部分 例如说我们举于钢铁业来说好了 那像 上市柜的钢铁业这种 中钢这种 它可能就会有平等 那好啦 那如果它是一个 比较小的 那它没有 没有揭露也没有平等 也没有分数 那我们怎么看它 那你可以用行业别 你可以waiting 给它一个分数 那对我们 以机构投资人来说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刚刚提到说这个在编 获利的目标等等 之余 就说 在你获利目标没有变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ESG的分数 整个的portfolio的组合里面 分数要提高 每年要push提高多少 那这个当然内部可以定出它的很完整的KPI 那这个时候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说 那假设我对钢铁业来说 我可能有一个 不管是portfolio的waiting 比重 那再加上它ESG的分数 假设它是 当然每一家可能没有到中钢那么好 但是一样 不管是利率上或者是额度上的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我想这个都做得到的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 这些企业跟我们投资人两边要共进的 那没有的话我们当然是用内部去做一个 内部平等的方式去做 但是这毕竟会相对耗人力 而且不精准 重点是不精准 不精准认识不清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有一些 比较保守的行为出现 谢谢副总 您副总 没有ESG的评级的公司 你会怎么样做借贷 它会 你会limit the access to credit吗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我们 就是针对不同的产业 会我们定一个那个 就是敏感性产业的一个投资的政策 所以有些产业如果说 比如说它碳牌比较高 比如说像煤炭业 火力发电 那这个我们就会列为敏感性产业 那我们在投资它的时候 就会特别小心 不管它有平等或者没有平等 那譬如说像如果是赌博业 那色情业 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就不投资 那这个也没有平等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说 在假设其他产业没有平等部分 我觉得还是会回归到就是 最重要还是公私治理 那其实 讲了好多次了 公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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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可以从证交所或公开资讯 观测站里面去看到 或者说 其实平常我们的经理人或研究人 去call公私的时候 你跟这家公司的 不管是投资人关系处的人去聊 或者说跟他们的关系程去聊 你会知道说这家公司 它的style是怎么样 其实透过这种方式 你也可以去了解说 这家公司到底重不重是ESG的议题 那这可以帮助我们把ESG 这个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 叶总经理 没有ESG分数怎么办 我非常认同 两位副总提的 其实当你没有被评分到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深度反弹 对 那就是看他们公司高 从这个管理阶层里面 如何去看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自己心里面 就会有一个分数来给他们 谢谢 所以我觉得 还是多揭露 OK 就是说你能够揭露到 多大的一个程度 我相信让大家更了解你 我觉得更了解你 其实就越敢投资 是 是 在ESG还没有统一的 这个财务报表以前 我相信 资讯的揭露 对于大家认识 不管你是金融产业 不管你是各个行业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大家再三强调 资讯是 所有的关键 也就是要做 第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把你做的事情 精准的 透过各种方法 揭露出去 好 我们的时间大概就剩下三分钟 这个 主办单位呢 有最后一个问题 需要求教 这三位专家 就是 可不可以给我们 线上的朋友 一些具体的结论 在ESG的方向 应该怎么进行 这个三位都是 在第一线打仗的人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 具体的建议 还是从 林思总开始好了 时间好短 时间好短 困难 没有 我觉得还是回到资讯揭露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公司 大部分台湾公司的问题 可能是有做的 但是没有揭露 因为他觉得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或者是 今天国际上的投资人 他要看的是 你有没有定目标 有没有定政策 那我们可能是说 我不确定我目标或政策 这个可不可以达得到 所以我先不去揭露我的目标 那 这个在国际的标准是不OK的 我绝对可以先定个目标 但是不见得你可以达到 但是 你一旦定了目标之后 你就会想办法去达到 就好像 上次台积电在 我们气候变迁论坛的时候 他也是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是用电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但在台湾 他要用替代能源这件事情 我想台湾人寿 他有投资太阳能 他也很清楚说 因为台湾的土地取得很困难 所以今天要做替代能源 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又要攻击台积电这样的公司 但是他还是先把目标定 目标定出来 我替代能源要用到多少% 那我一旦定了之后 就会有我们去投资嘛 因为台积电我要用 所以我建议是 可以先把目标定出来 然后资讯揭露尽量清楚 是 这个半个核电厂的绿能 就是这样子确认的 来 我想从资产管理业 我觉得我们资产管理业 自己先能做的 就是说在我们的产品设计 在我们的投资流程 尽量让它符合ESG 甚至在我们产品设计 如果名称上我们是ESG的话 我们就是真的在公开说明书 让我们投资人可以更了解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 这一个地方 把ESG 宣传出去 甚至贯彻下去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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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总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的参与 我相信ESG的大潮 是没有办法能够挡的 掌握这个潮水 我相信台湾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也祝福这个线上的朋友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